民众乘的台十六三 每一天都有100台的三桌子车见过 不然是这车阴真差 车两手大来讨论 也让空气变得很快 最近就民众发言 路面受到三桌子车回来的破坏 国历民众没收到乘英機 驾公会来没收到离开 甚至会过心速度 民众乘过来 游来游去 凡的它不是尿酸主水 因为路更缺不断 这就会执行这种情形 这边落差更大 有没有 上〖之则关系的落差 总共50分左右 对着乘的民众来说 实在它实践没有安全 以前說我會選去樓 常常在空 現在都沒有了 這樣樓 像白天前的 油這樣油 哪有什麼東西啊 那個樓邊沒有孫 跟那個樓邊開車吃酒 一樣意思 想起 也不是沒原因 因為這條樓 常常有山車車經過 每天都有車過百台的收容 經過附近組合的公法 甚至有車過一般醫生的山車車都超載 地出道路坑坑坑坑坑 造成沒必要的意外 這個柏油路的路面AC一直在被擠壓 擠壓到整個高低落差超過10公分以上 那我們常常在這邊使用道路的這些 車子不會感覺那麼明顯 可是機車 腳踏車 這些用路人 真的很恐怖的是好像就騎車子在零線上 正對機面的萬壇跟人 南大環境府也做出了回應 港部出表時 會先向他來歡迎 日常在山車車的部分 管政府也已經在做便度了 我們會向他們來反應 那請公務局這邊快點來做一個改善 那至於這一代的砂石車這個量 憲浮這邊已經著手 在原來在4.5K這個位置 也是原來積極企圖場這個位置 那一邊有實設一個變橋 當年來遇到山車車的破壞 其民視都非常崩潰 接著用上官單位來歡迎 不過都沒有看到選擇 現在他們是因為山車車的便度完成之後 讓地方回合古早時的賓金 接著我們想參加多多